番祭和素祭之后 立位祭第三章就谈到了平安祭 平安祭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祭物呢 希伯来文里面是 Sheramin 字根和沙龙是相同的 有的翻译是平安祭 什么香蕉祭 分享祭 幸福祭等等 大概六七种 平安主要是享受与神 且来自神的平安 那么在今天平安已经成为一个相当肤浅的字眼 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冲突 平平安安 并没有字 而不是沙龙这个词所指的 有那种深邃的含义 生命全面性的平安和幸福 所以人该追求那种 不是应该追求那种肤浅的 所谓的平安 而是要选择那个更整全的祝福和平安 这也是上帝在历史当中 透过预表象征预言 设立的救赎计划 展开整个救赎历史的真正的目的 他要把那个真正的平安赐给我们 那平安祭其中包含的就是这个意思 平安祭与番祭不同的 平安祭与番祭素季相同的是 县祭的人都要甘心乐一些 而且都要带到惠幕当中县 并且是与番祭一样都要献生带血的寄生 可能跟番祭不同是去掉了鸟类 因为要大家共享的缘故 所以鸟类可能肉量不够 所以就删掉了牛羊等等 然后与素季不同的是 素季都献上农产物 但是平安祭一定要牲上牲畜 但是不仅如此 我们看到这个平安祭里面还有一些独特的地方 不同于番祭和素季 第一点它有独特的第一个特征就是 它可以献上牲的牲畜 番祭是不允许献成牲的 公山羊 公绵羊 公牛 公羊羔 公的 鸟子没有提到雌雄 但是大型的动物都是提到公的 这里面我们看到平安祭是允许献上牲的 无论是羊还是山羊还是绵羊 可以献上牲的 相对番祭就要求不是那么严格 第二点呢 平安祭的寄生可以有瑕疵 番祭是要求完全的 没有瑕疵的是不能献上 但是平安祭呢 允许腿部等等这样的有一定的瑕疵 第维基22章23节已经说了 毕竟平安祭 这个基本上是给祭司和献祭的人享有的 即使祭物有一定的瑕疵也相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最后呢平安祭有第三个特点就是也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讲的就是唯有平安祭所献的这个牲畜是献祭者和祭司可以分享的 特别是献祭者可以分享啊 班祭呢是完全献给神 全部烧了留下皮子给祭司了 祭司获得了一部分 但是如果要吃肉这个方面呢 唯有平安祭 他可以吃肉 宿祭是那个谷物什么的那些东西 大部分留给祭司和他的家人了 然后平安祭呢是 这些肉呢一部分焚烧献给神 但是留下一大部分呢是祭司和献祭的人要分享 那祭司完成献祭以后 平安祭的肉大部分由执行这个圣礼的祭司和圣余的归给这个好的部分是归给这个祭司了 圣余的部分归给献祭者 然后他们就可以与家人在一起朋友一起宴席 那由于以色列人不经常杀这种贵重的牲畜来吃 牛羊等等 虽然他们牧养这些东西 但是一般都是卖啊什么等等 在过节或者特殊的日子才会这样杀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虽然很有钱的这个父亲浪子的比喻里面 家里面奴仆也有 也有很多的肥牛肥羊 但是在特别他儿子回来的时候才宰杀 吩咐仆人宰杀嘛 这个言外执意平时的时候 他们一般也不宰杀这种贵重的哈 今天如果在今天中国这种处境 韩国也一样 一个家庭当中家里养头牛 牛是很贵的哈 相对上万以上了 羊可能是几千元 那也是平时也不容易宰是吧 特别的日子 什么过大寿了 过生日了 或过什么节期的时候宰杀 宰个鸡呢 那就随便了哈 相对不必有压力了 所以在旧约时代 那个牛羊这些东西也是比较贵重的 经济牲畜等等这样的哈 所以他们不来吃 所以呢 只有特殊的场合 他们才会在正式的这个宴席上 吃牛和吃羊 那所罗门宪殿的时候 向英欧华献上平安记 用牛羊供十四万两千只 这个韩国话 嗯妈嗯妈是吧 因为庞大的数字 十四万两千 哇这个烧的话 这个纸油那个血 不是一般的哈 以色列人众人吃了两粥 以色列人全国哈 献祭的时候当然是全国性的嘛 那个说所罗门时代还是同一王国 全这个以色列人吃了两粥 记载在《列王记》上八章六十二节到六十六节哈 那在东方呢 与他人一起吃饭意味着一种结交成为朋友 或者结盟啊 所以呢 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 在一起吃饭 有这样的含义哈 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 结束敌对状态的意思哈 我们看到旧约里面 雅各和他岳父拉班一块吃饭那个事情 在岳父家为了他第一个妻子被骗了嘛 第一个妻子七年 第二个为了真正爱的拉姐又服侍了七年 拖来拖去就一直不让他走嘛 因为这个拉班也是比较聪明的人 一看他手中经营的都很顺利 然后蒙上帝祝福就不愿意他走嘛 家里 然后雅各呢是觉得不能再待了 应该走了 所以就要走跟他妻子 虽然这个老丈人和自己妻子之间 这个妻子也生气啊 嫁给自己老公了嘛 结果这么多年一直坑自己的丈夫 他们也不爽 虽然是自己亲爸啊 结果他们就商量着一块逃走了 结果逃的时候 那个后来拉班知道了 就非常生气 就带着人就撵上来了 撵上来了 他也不好干什么呀 一个是自己姑爷 然后自己的一方面又是自己女儿 圣仙的羊也大部分是从他家里来的 虽然说是这个给雅各应该的工匠 然后他忍着火就跟他说 然后这两个人就开始签约啊 立起石头堆 然后一块在那个石头堆面前吃饭 这种吃饭一种结盟立约的概念 我们彼此和睦 我们彼此不禁越过这个界线 彼此攻击自己 那个古代近东的农业社会 那种部落的那种 以部落为不足为像个小的王国一样 虽然是亲戚 彼此之间不要攻打 和睦这样的态度 化解这样的坐在一起吃饭 然后包含着约的概念 第二就是表明那种友谊的确立 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与叶特罗和他的百姓 在《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二节里面 叶特罗就是这个摩西的老丈人嘛 又一个老丈人 然后听说他这个孤业的事 然后就过来看他们 然后他们一块儿吃饭 和他一起的确立那种友谊 叶特罗个人跟摩西是有关系 和他的摩西的妻子有关系 但是跟以色列是一个是神的选民 一个是异族嘛 所以他们这样确立这样的关系 第三是现今的教会当中 主的晚餐 圣餐里是一个很简单的聚餐 初代教会是我们说爱宴 初代教会爱宴和圣餐 是隔在一起进行的 吃饭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说 你们吃饭的时候不能 在自己家先吃饱了来吃 你们来轻蔑教会 这个跟咱们吃午餐不一样 他们那个时候圣餐 有钱的人这个来了 那个时候还是有那种社会地位 奴隶主有钱的人一桌就先了 然后奴隶有的时候 虽然是基督徒了 但是奴隶主人可能也是不是太近钱 家里的事情处理完了就来晚了 晚了一发现这帮人都已经 葡萄酒已经喝差不多了 这个好餐汤剩饭的 这个就没有吃 一部分人饿 一部分撑得要命 保罗就说你们这帮人 这个藐视教会 这是你们不是蒙福 乃是招货 那为什么吃个饭有什么问题 礼仪的问题 道德的问题 那个是圣餐 他们不尊重圣餐 为什么初代教会 圣餐和爱宴是混在一起 渐渐地开始分离开来了 我们今天是彻底分开了 有专门的什么一年四个季度 有两次或者四次这样的特别的日子 一起举行胜利 所以这种圣餐的本身一开始就有这种约的概念 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被他们平时纪念逾越节的那个饼 然后那个葡萄汁 就拿那个作为介质 立约的记号 身体和他的血立了约 所以我们就延续这个礼仪 所以这是一种约 我们在上帝里面前成为他的百姓 在神的面前享受这个夜洗 然后我们是同位之体 在基督里彼此相交 这种相交的共享的意思 当然平安纪不止意味着 与自己所爱的人享受美食 他们先玩纪 自己家人 儿子 丈夫 妻子 父母 等等 这样的亲族一块分享这个厌食 在团契中建立友谊 也表示 献祭者因着与神和好 与神相交而带来的这种欢喜和感 这是最重要的 垂直的和水平的 我们构想一下 这些人去礼拜神 献上翻记 献上素记 献上平安记 然后他们坐下来吃的时候 那种心情 来到会幕前 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罪的问题 神是圣洁的 他们自己是罪人 那他们要献上翻记 后面又有赎记 赎千记等等 处理各样的罪的问题 然后用献上素记 表达自己的整个生活 都应该献给神 感谢神 但是平安记 什么意思呢 平安记很重要的是 享受那个在神面前的团契 与神和好的那个团契 这是翻记核心的内容 献祭者与神和好 与神相交的那个带来的欢喜和快乐 用现代的话 就是说我们当信耶稣的时候 经历了赦罪的恩典 与上帝最初和好 那个时候经历的那个 罪得赦免 释放的那个平安和喜乐 当然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献祭者可能是为了神 某些这个祝福而献上感谢 这个平安记也包含感谢 什么还愿的这样的因素 历维记七章十一节到十五节说到 有人献与耶和华的平安记的条例乃是这样 若有人为了感谢县上 就要用牛这个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 这是素季 然后用油什么什么什么 素季里面也包括感谢 生活的整个工作 劳动成果感谢 然后与感谢级一同献 要用有酵的饼 甚至还允许有酵 为感谢县的平安记 为感谢和为感谢县的平安记 是前面是素季 为了感谢而献上的平安记 就说出平安记有感恩的这个层面的意思 与共务一同献上 各样的共务当中要把一个饼归给耶和华举祭 什么要归给撒平安血的祭祀 为感谢平安的祭生的肉 在县的日子一日不可留到早晨等等 这是第一种可能 平安记也包含着感谢 第二种可能是 也为了英语的祷告而还愿 许愿之后 得到应答之后 表达感谢 我当时许愿这样这样这样 当然今天我们是不鼓励许愿 不要轻易在神的面前立誓 什么许愿 因为我们人是虚妄的 许了愿不还愿 这个是还不如不许 我们也没能力去还愿 我们也没有那个信实 纪念这个约的这样的信实性 所以随着环境变我们可能会忘了 或者是持守不了的话 尽量不要随便许愿 上帝如果这样这样这样 当然你在极难当中可能会这样 但是尽量不要 节制不要随便许愿 我要这个完全奉献给你 有很多父母这么干 中国历史上 韩国历史上 基督教历史上有很多 我就是这样的结果 当然这个许愿不是因为 这个母亲自己经过慎重考虑的结果 是祷告的时候被圣灵感动 然后多次这么催促 然后这样 后来自己怎么做出这种不合理的祷告呢 因为那个小子还没信主 还天天逼迫我呢 这样的时候 所以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但是保持冷静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许愿 上帝我要这么地 你要如果什么祝福我 什么生意怎么样 我就怎么怎么样 这个不蒙神喜悦 别那样 好好干 奉献就行了 别什么跟上帝讲条件 你要这么干 我就那么干 这种精神本身就不蒙神喜悦 明白啥意思吧 所以不要轻易许愿 许愿不是最好的办法 你心里默默的那么想就行了 是吧 但是不一定非得上帝答应我什么条件 然后我在做生意呀 你给我两个我再给你0.5个或者一半等等 不要这样啊 这样不是好的搞 不是好的 所以上帝不给我我也甘心给他 这是正常的感恩吗对不对 然后为了赚取更多的 所以利用这个应许的这个来勾引上帝 然后满足我 然后再还给上帝半个 这个不是什么 我们人的鬼诈里面很多的时候 隐藏在里面 所以圣经不鼓励我们 随便的在神的面前许愿 特别是许愿不还愿的这样事情 就像旧约里面有很多 那个那谁呀 那个事实里面有一个是不是 巴勒吧是吗 我如果要打圣了 我这个城里出来第一个迎见我的 我就把它献给回 不是几点 巴勒 然后就这个 这个献给他 献给神 结果自己姑娘出来了 傻眼了 对不对 这个随便许愿是不猛声许愿的 还有好多这样的例子 所以敬畏神比轻易许愿要好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第二就是还愿的这个 还有就是为着神成就的一切而感恩 还有就是包含着盼望 盼望上帝赐福给我们 所以在神面前献上这种带着盼望 总之呢 平安纪强调这样的一个事实 也就是说 罪赦免能够得到恢复 因着罪的赦免 上帝和人恢复这种和睦关系的交通 这是平安纪最核心的 最核心的 也就是说当以色列百姓带着这样的 去献翻纪等等 一切之后呢 还有一个平安纪 就是享受与上帝和好了 每一次带着罪来献祭以后 祭司为他赎罪 他的罪就都赎了 揣积迹反复出现的模式 然后他赎了以后 当然有这种平安了吧 是吧 透过平安纪来表达这个概念 我借着献祭上帝赦免我的罪 上帝悦纳了我 与我们之间那种紧张 那种张力 已经化解了 享受在神的面前 在会幕前献祭来 他所有带的祭物都要带到会幕前 在阴华面前 撒在坛上 这都是赎罪的过程 最后他们享受 在神的面前 彼此分享这种蒙赦罪的喜乐 不仅是和神关系 人与人之间 这个和主导文教导的精神一样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因为上帝如此赦免了我们 我们也与人和好 这是我们的基础 上帝赦免我们 所以我们与上帝和好了 所以我们能称他 我们在天人的父 那上帝赦免我们 我们也应当饶恕别人 我既然这样 你一千万两银子免了 你不当赦免 那个连续你的弟兄吗 那个欠你一十两银子的 应该饶恕他吗 这是精神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祥述与神和睦的同时 他们的整个家人 在神的面前欢喜的享受 享受着那个与生团契的 那个快乐 那个幸福 人与人之间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虽然地上的教会不完全 地上的教会 人与人之间关系也会有张力 但是地上的教会 也是要不断地 在这种张力当中寻求和睦 然后享受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基础是 我先与神和睦 其实有的时候 社会上也教导 你们要彼此饶恕 但是实际上很多的时候 饶恕缺乏动力和基础 一个真正经历上帝饶恕的人 他才有能力去饶恕别人 不然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淡化 忘记别人的仇恨 一想起来都是心里面还痛 也有做痛 所以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这种饶恕 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教的基于福音的那种婚姻辅导 超越于一般的赤俗的婚姻辅导原因 第一 基督教才知道婚姻真正的原理 不是按照一般文化 一般文化里面的一些原理也需要参考 但是真正圣经里面有些真理 他们是不知道的 再也就是很重要的是 不管是原理的问题 真正能够活出婚姻当中原理的是靠恩典 没有与上帝和好 不明白神的旨意 不甘心顺服神的旨意 因着功克己身的人 两个人都是两个王 很形象的是不是 家庭里面别看两口景 两个都是王 自己都是自己的王 两种两个世界 两个家庭走在一起 两个人都想支配对方 是怎么可能和谐呢 所以需要两个人都享福在神的面前 做主的门徒 爱主 然后化解彼此张力 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有那个容量去接受 不是靠我们天人的这个 我天生就熊熊宽广 没那个事 遇到自己设计到根深 没有根深蒂固的利益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包容 都可以不在乎 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极限 而且婚姻当中 朋友关系当中 是活在这个世上 总会碰到你的那个平静的时候 极限的时候 那个越不过去怎么办 需要恩典 基督徒知道 应该饶恕 但是饶恕不了怎么办 看到自己的软肉 在神的面前悔改 求求给恩典 然后靠主恩典才能胜过去 是不是 所以我们教会大家从牧师身上也看到这样的例子了 至少有两三个这样的例子 对不对 曾经牧师也胜不过去这样的情况 心里想到某些人就痛得这样的事 后来也和睦的事情 为什么 牧师这个出尔反尔 这个三面两面三刀 不是 一开始牧师可能对这件事情的判断也是错的 但是回头发现 不管是对方问题 自己有问题 是吧 然后寻求和睦 也从自己有限的包容和饶恕做不到的挣扎 不饶恕吧 心里面还痛苦 饶恕吧 还没有那个力量 所以这样子 过一段时间 神给恩典胜过了这样的情况 不是也有吗 家庭当中也一样 教会当中也一样 社会当中也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这种平安记 就是如果不跟神之间先建立平安的话 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平安 这个世界上的人也在寻求平安 但是他平安的标准是什么 刚才我们说了 可能就是外在的平安顺利 这个无病无灾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这些吉祥话 我们在过生日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都互相祝福嘛 但是真正能成就吗 什么叫做万事如意 那只是一种盼望 不现实当中 没有一个人所有心愿都如愿以偿的 对不对 所以需要神的道和恩典 这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 最根本的差异 就外在的工作和生活样式可能没什么差别 但是控制我们内在的这样的原理和动力是不一样的 目标也不一样 所以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现平安计 恢复与神之间和百姓之间的关系 那立位纪七章一解到三十八级里面 清楚地规定了吃祭物的条例 百姓吃什么 祭祀吃什么 以及剩下的应该如何处理 特别是强调血和脂油脂肪是不能吃的 这也是平安静一个独特的地方 血为什么不能吃呢 注意提 虽然我以前讲过 血是因为动物的生命在血里面 人也一样 不可流人的血 意思就不可杀人的意思 流了血这个人 圣经的语言不是科学语言 血里有生命 不是说真的血里面 他的什么心脏脉搏脖什么东西 放了血这个人就死掉了 无论是你说这个缺氧死也好 营养供应不足 大脑等等 总之血液一流出 这个整个循环系统中断 心脏也就跳了 停止了 大脑供氧缺氧也会死了 对不对 所以用最通常的流血 就是等于杀生 所以你们动物替我们 赎罪的时候要流血 为什么 动物替我们的罪 负上死的代价 虽然动物的死的价值 跟人的价值 得罪上对的价值 是没有可比性的 但是它象征着 罪的工价是死 它替我们死 所以替我们流血 所以旧约里面 血是有生命 生命是用来赎罪的 罪的工价是死 所以一定要犯罪的生命 一定要死 这是对罪的满足和要求 刑罚的满足 所以羔羊替我们死 替我们流血 是羔羊替我们赎罪的意思 所以上帝教导以色列百姓 让他们注视赎罪的 保血的价值 因为后面的基督 就会出现 基督的血 是真正除去罪的祭物 所以新约里面 也警戒 不要轻见主的保血 犯了罪又重新犯 犯了罪又重新犯 然后甚至被盗 被盗的人 不能让他重新回馆了 免得他轻见神儿子的保血 那这个血和动物的血 是有什么关系 耶稣的血 是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 他的代价是无限的 所以他的保血 是独一的 是保血 洗净我们的罪 是因为他为我们 附上了法律性的 那个偿付的罪债 替我们死了 并不是那个血 本身有洁净罪的功效 因为罪 我们已经反复强制 罪本身不是实质性的实体 罪是我们心思 意念 言语行为 对神的违背 是吧 这是抽象的 它不是具体的 一个污渍用洗地灵 或者对应的这个洗迹 去处理它就行了 游性的 还是这个等等 就是不同的洗迹群 罪是这个不是实体的 那用耶稣物质性的血 怎么办 是不足以处理 关键是耶稣的血 是象征着耶稣 是指耶稣为我们死 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你们所留的 为你们死 偿付了罪债 所以你们才得活嘛 罪得赦免嘛 所以旧约的动物的血 是象征预表基督的血 因此上帝就教导他们 救恩的这个价值 教导他们重视 对付罪的问题 包括重视赎罪的问题 不让他们轻贱包血 就指向了那个真正的羔羊 那个血的价值 在训练他们 初中学校 韩语是价值 律法就是迅蒙的师父 教导我们这个幼稚园的那个程度 就用这种可见的方式 这个各种工具 来教导我们福音的真理 所以第一血是不能吃的 因此新约的圣徒呢 你说吃鸭血 吃鸡血 吃猪血 吃马血 羊血 无所谓了 如果你不计较什么 卫生不卫生的问题 个人喜好问题 都无所谓了 那你说 新约里面使徒新传 那个里面说 不可吃雷死的生猪和血 怎么办 那是处理 初代教会里面 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文化的 不是抚印本质 那你说为什么 有些鸡牛羊要放血 鱼却没有说放血呢 对不对 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放血的 那个鸟 有小的那些鸟 我们把脑袋一揪就完事了 里面 那血管里面都是血 我们照样烤着什么出鸽 是吧 杀鸡的时候我们会放血 往碗里放或者扔掉 那鸽子呢 直接脑袋剁去 甚至打死的那鸟 用网粘的鸟 它血都在里面 那你不还吃吗 麻雀 鸽子 是吧 所以严格来说 我们要理解圣经 为什么这么教导 如果要非要不能吃血的话 你咽口唾沫 有的时候不小心你的伤口 这个坏了 你舔一下都 你都在犯戒命 知道吧 输血都不可以了 所以有很多人拒绝输血 就相当于吃血 就完全按照字面去理解圣经 圣经教导 不可吃血 是尊重血 血里面有生命 不可随意流别人的血 血里有代熟的价值 以后指向基督 所以不能轻看 基督的宝血 所以在这里面 第一个是 血是不能吃的 第二个 就是纸油 什么肝上的 腰上的 那些肥的 那为什么不让吃呢 台湾有一个 有一个人 他叫林光常 我在国内的时候 曾经买过他的书 那个时候很火 为什么买呢 就在教会里面的中年 中年的姐妹们 天天在传什么 宝剑呢 这个不能吃啊 第一 我的错觉 是不是安息日会的 不是 第二 后来了解 发现他们都在看一个 什么无毒一身轻啊 那个 保养生的书 然后台湾有一个基督徒 说什么大夫 他就研究了 然后等等 结合圣经 我看了一开始 觉得挺有意思啊 因为传道人解经和 从旧属性的解经和 这个营养学 食品营养学和 卫生 医学的角度解经 我不否认圣经里有这个 但是台湾那些牧师说 这个林光常 不正义啊 没正事 就天天作为一个基督徒 把圣经解成这个根 完全按照这个营养学的角度 卫生学的角度 那是内脏不能吃 什么高蛋白 蛋白 什么胆固醇 血不能吃什么细菌等等 脂肪不能吃什么胆固醇等等 而说的现代人听得很兴奋啊 为什么 现在基督徒也开始生活条件好了 然后年龄也到了退休年龄 养生的问题变成第一主题了 所以这个书很热卖 后来发现里面有些问题啊 就完全按这个清真的 基督教的清真啊 就那样的方式去解释了 就圣经本来的意思全部扭曲了 所以真正是不是涉及到卫生 其实严格来说 比起卫生它里面有救赎的意义啊 在里面 为什么脂肪不能吃呢 你发现圣经里面应许的那什么 古物的肥油 这个古物的丰富的古物 翻译出来实际上是指这个 古物的肥油啊 什么流奶与蜜 象征神的祝福 上帝的祝福使他们 公盛 丰满 北美 你的羊也肥美 那上帝明明知道这个吃脂肪 对人身体不好 这个脑梗塞啊 什么脂肪肝啊 什么这个血管堵塞啊 什么对不对 那为什么用这么诱惑的这样的词 去描述那些危险的东西呢 所以那是象征着神的祝福啊 最丰富的 在那种农业社会里面 在那种生活常识当中 洋肥美是神的祝福 古物丰满是神的祝福 所以这个最肥美的部分 应该献给神 这是象征着最好的部分 最好的部分 不是说上帝考虑到 你们健康的问题 所以把最胆固醇的脂肪 最多的地方切下来扔掉 扔哪呢 没地方扔到祭坛上烧掉 不是那个概念 就完全误解了圣经的意思 所以这里面是强调 既然我们与神和好了 体会到与神和好的这个恩典 我们就应该将最好的献给神 表达对神的感谢 我是何等人 上帝竟然赦免我的罪 接纳我 不追讨我的罪 让我成为他的养子 我享受了在基督里的那个平安 我把最好的献给神 动物的最好的部分献给神 平安祭是完全献给神 留下皮 这个平安祭是把精华的什么脂肪啊等等 献给神了以后 祭司拿最好的部分 什么腿啊胸啊 剩下的是有献祭的人吃啊 所以在吃的过程当中 吃这个 吃的时候人就开心嘛 就表达了这种 享受在神的面前与神团契 人与人之间和平的这种团契 将来在天国的时候 那个是天国的婚宴的时候 想想那个 更完整的 那种和平的 那种完美的 再也没有眼泪 再也没有痛苦 再也没有疾病 现在姐妹们打工 搞得这个皮肤也渐渐的坏了 刚来韩国的时候 都20左右顺 那个一摸都这个一掐都可能要 这个流水的 那个嫩的皮肤 读了大学以后 发现开始有点干了 熬夜 然后这个眼影也出来了 等等身体也衰残了 刚才我们开聚会之前 谈什么这个恩赐 刚来的时候的状态 和现在这个浩逸来的状态 牧师也一样 刚来大学的时候奇怪 这个不知道了 体格熬夜无所谓 但是过了这个大四左右的时候 诶 三十五岁 特别是三十五岁左右的时候 明显一个杠 诶 这个知道疲乏了 知道疲乏了 这个岁月不饶人 这个体力 后来我就琢磨咋回事 年龄一方面 因为你们可能不像我 我就到了一个 三十三来的 到大三左右三十五了 开始觉得体力有点问题了 但是后来发现 跟饮食有关系 在国内我们吃了那种体质 以后 营养丰富 韩国的食品有很多 是可能清淡一些 吃了很多 吃的也很好 但是总感觉 营养不太够 虽然大家经常去吃烤肉 什么自己做吃 自己做吃还强 但是体力不行 莫名其妙体力 一个是年龄增长的问题 一个是饮食问题 所以当他们一块吃的时候 在一块在神的面 吃的那种开心 其实就反映了他们与上帝和好 那个灵力的祝福 借着这种行事 他们与上帝和好 在神的面前吃宴席 他们与人和好 整个家族 亲朋好友一块在那里 分享一个祭物 吃的时候 那种和睦 那种平安 就是平安祭 所以弟兄姊们要注意 平安祭是要常常献的 什么意思 我们悔改是第一次 我们一生当中 只需要一次悔改就行了 从不信到信 转向神 从浪子回到神的面前 一次就够了 你不需要多次 上帝借着基督 已经赦灭你的罪 已经接纳你作为儿子 身份的转变 户籍的转变 地狱到天堂的这种转变 一次就够了 不需要多次 但是持续在 跟上帝相交的过程当中 行走天路的过程当中 洗澡一次 洗脚要常常洗 为什么 走路嘛 会脏 踩到粪便 什么尘土等等 因为巴勒斯坦地区 穿那个粮托 那种鞭的一号 什么粮托 它会有沾灰尘 或者踩到动物粪便 路上 这个骆驼也走 人也走 各种动物也走 甚至马也走 会踩到粪便 所以脏嘛 所以来到这个面前 给接待客人的时候洗脚 这是去乏卫生的最高级的接待 对客人的最大的欢待 所以 耶稣说 利用洗脚 这个时候 你们洗过澡的 就不需要洗了 全身已经干净了 但是要洗脚 为什么 每一天走路的时候 会粘污秽 所以我们一次悔改 借着基督报学一次赦免之后 但是要时常在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 承认自己的过犯 就像平安纪一样 与上帝和好了以后 要尝现平安纪 常常在神的面前 为我们生活当中的过犯 去悔改 这个是旧恩派 绝对打死也不同意的 旧恩派觉得你们没有信息 一听起来很有道理 你没有信息 耶稣不是赦免你们所有的罪了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认罪呢 说明你就对那个赦免没有缺信 所以你相信这个了 你就不应该要现在认罪 现在认罪了的话 你就认为耶稣没有把你的罪解决 听起来很有诱惑力 但是你要跟着他的逻辑 你就进去了 但是你要回到圣经 你发现圣经两个都教导 生活当中的这个随时的悔改 都要教导 耶稣一次性流血了 解决了 洗完澡了 但是我们有过犯嘛 所以要时常借着 那个一次流出的血的功效 时常获得洁净 恢复与神这种良心里面的和睦 我们又恢复那种平安 基督徒的经验不是也告诉我们吗 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不悔改的话 不反省自己的话 良心渐渐的麻木了嘛 心里面也开始郁闷 不平安也不喜乐了 等你在某一次查经会 或者是听到 或者是自己读圣经的时候 或者是上帝用特别的方法 光照我 发现我这段时间的状态的 主啊对不起我今天进来远离你了 都忘记了你 求主赦免我这个罪 圣灵会光照我们一些具体的罪 对不对 悔改之后你那个心里面 再次得到释放 那种透明的 那种清洁的心 那种喜乐 那种平安的恢复 大家不是都经历过吗 是吧 所以那种时常悔改 记用今天的本文就是平安记 我们与神和好之后 获得罪得赦免以后 时常悔改 时常献上平安记 时常获得悔改之后 那种平安就重新 回到我们面前来 内心里面 所以这个平安 是我们活着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差异什么 只是来教会吗 不是 基督徒里面有这种 被赦免过的 这个平安的这个经历才是 我不是强调经历这个事情 但是教理是那么说了 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 就是那个平安 你要没有真的经历过 上帝赦免你之后 你悔改赦免之后 那个平安 你怎么知道 上帝赦免你的罪 从教理上 从脑上知道了 但是你经历上没有确信 圣灵会让我们经历到 当我悔改认罪的时候 里面经历那个确实的 不一样的这种释放 豁然开朗 得到平安释放那种经历的话 你就知道 上帝真的听了我的祷告 我这样的悔改 上帝赦免我的罪 你就有把握吗 圣灵使你在心里面 有这种确据 所以这个很重要 有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绝望 灰心的时候 沮丧的时候 甚至看自己 这种失败的样子 我这种人就应该下地狱才是 我这种人 怎么能够配上帝得救呢 成为神的儿女呢 那样的很沮丧的时候 这种某种程度是好的 但持续在这种状态里面的话 可能就会被撒旦利用 撒旦变成那种自责 变成这种控告 以至于你看你还信耶稣 算了 别去了 去也没有用 你看你信这么多年 还那个样 是吧 然后你就自己 是啊 阿门阿门 然后结果就不来教会了 我去了也没有用 我也没什么改变 好像听着都有道理 但是中了魔鬼的记忆 圣灵责备是让我们 一面羞愧 一面悔改 一面更亲近神 主啊 我就是这样软弱人 但是主啊 你帮助我 不要放弃我 对不对 这是圣灵做工 我一该责备我们 让我们去投靠神 投靠基督 更亲近神 撒旦的定罪和控告呢 反而是让我们 看见了一部分真实情况下 然后转离神 哎呀我不配 然后就逃离神 这个果子和方向性 已经可以判断出来 圣灵的工作和撒旦的工作 所以弟兄姊妹 平安记 是我们要时常思想和献上的 那对于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圣徒呢 我们当然不会这个献什么牛羊 献也没有 去作为学生买个牛 买不起 羊可能 韩国是几百万 不是几十万 羊还相对比就可以 二十来万能买一条羊 三十来万 大的 以前我在这个 沁南的时候 什么釜山呢 昌原 牧会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是打工的人 所以他们有钱嘛 但是他们定期就一块 朋友一块买只羊 杀了什么吃等等 也不是什么太贵 按韩国这种收入的话 但是牛就买不起了 费点劲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 今天要献什么呢 就时常靠着耶稣悔改 人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 必要赦免我们的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一章九集 所以要常常带着这样的 谢着耶稣 耶稣才是真正解决 我们罪的那位 一次性解决了 我们要持续在他的血里面 靠着他的血 持续地获得更新 而且我们看到 在这个平安剂里面 有一个再加上 一个重要的限制 就是不节的人 不能吃平安剂 因着死人或者什么不节的事物 不节了不能献平安剂 为什么 不节就象征着有罪 和上帝之间有罪的关系的话 是没有资格享受 与上帝之间的平安和睦的复复 这个很明显 有罪就与上帝隔绝 所以以色列百姓 在旧约的体制下 当他觉得不节 祭祀指出的 他要遵守那个捷径的程序 去处理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捷径了 获得祭祀确认 捷径了 OK 他才能献上平安剂 享受与上帝的和睦 这个也是我刚才讲的 基督徒如果长时间 他爱世界私欲充满 或者心里面的犯罪 或行为上犯罪 那种与上帝和睦的那种甘甜就断了 好 我知道我是基督徒 我知道我也真信 但是那个心里面冷冰冰的 圣灵的感动 那种平安没有了 所以你知道我是信 但是为什么我里面 没有那种甘甜呢 圣灵的引导感动 我犯错的时候 那种光照责备 上帝对我爱的管教 或者说等等 那种信仰的挣扎没了呢 很可能是我里面 有一些罪没有对付啊 所以属灵的知觉越来越麻木 没有办法经历感受到神的恩典 圣灵的感动等等 不是上帝把我们丢到地狱里了 弃绝我们 而是我们与神之间 我们的心灵 古代的圣徒们 他们形容我们的心灵就像一面镜子 镜子被罪的迷雾模糊了以后 就反映神的那个形象就越来越薄弱 我们的心灵又像一潭湖水 无面镜的时候 它能够对各种威风感受 它们敏锐嘛 那个惊涛海浪 那个大海正在海啸的时候 威风吹过 它丝毫没有改 完全被压到了 圣灵像威风一样 在我们内心做工的时候 和我们交通的时候 我们的心如果不清洁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麻木迟钝 它是一个心灵 就是跟上帝沟通那个器官嘛 一个器官 我们不是指心脏 所以那个麻木痕 要借着时常在圣灵的光照下 话语的对照下去悔改 获得捷径 它才保持清洁敏锐 不然呢 时间长就像那个荆棘杂草挤柱的 被采印的那个土地一样 上帝用大声喊 我们都听不到 不是上帝没有能力 是我们心这种器官 刚硬了迟钝了 所以要保持这种敏锐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不洁净的人 是没有办法吃的 吃的人呢 要从民中捡除 违背安息的人 要拿石头打死 犯了某种气势 不洁的人 要从民中捡除 捡除有两种概念 一种是处死他 另一种是把他从圣徒的营 他们居住的区域 给他隔离开 让他在营外自己单独过一周等等 到了一定时候 祭祀所的验证 让他重新恢复 这个概念是新约里面的圣参和惩戒的概念 教会是新的以色列 属灵的以色列 教会是圣洁的共同体 经过基督保险买的 当有人犯了罪 不是所有的罪都要承接 犯了一些公开的影响力 恶劣的罪的时候 有什么私下的劝勉 警戒不悔改 然后甚至还不悔 同工问去了还不悔改 然后公开的为某某人匿名祷告 还不悔改就宣布这个人 我们继续给他祷告 还不悔改的话 可能就要把他驱逐教会 当然还有前提是停他的餐 不让他去参加圣餐 那今天对我们来说 基督徒我们圣餐论太弱 圣餐的时候 我说这个周有圣餐 参加的人没有什么关系 在天主教时期和初代教会 犹太社会里停餐 停止圣餐 这是了不得的事情 因为我们已经受了这种 福音派的 半福音派的毒素 只要信就能得救 所以我们和圣礼之间 没有什么关系 我信我信 我在旷野里自己信也能得救 我不参加教会也能得救 所以所有圣经里面 上帝吩咐的 特别是洗礼和圣餐 就被我们轻忽了 虽然我们不能说 圣餐跟得救有什么条件 但是圣徒 上帝赐下的 他是庄重的 神圣的 每个人都要重视 有机会的时候 合乎条件的 一定要参与 因为这是持续得到 神的喂养嘛 是神圣的 就像两个人婚恋一样 男的爱女的 女的爱男的 有一天女的说 我们结婚吧 男的说 可以呀 但是怎么办 我们自己去跑 那个乡村里面 那个农村里面 一个什么小教堂 村子里面没几个人 父母也不参加 就我俩和神父一块 给我们主持吧 白石家说的 就果断地离开他 非正式不庄重的仪式 一定是里面背后有 蔑视和欺骗的 上帝赐给我们 这么庄严的胜礼 但是我们却不尊重他 这个是对上帝的不敬 更何况这个胜礼 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透过参加胜礼 喂养坚固我们的灵魂 我们软弱 他才赐给我们 看得见的这个饼和杯 想到基督的血 这是坚固我们信心 喂养我们灵魂 为我们所需要的 而且还有个 圣徒相交的这个概念 同领一个杯一个血 所以当一个人有罪的时候 把他停餐的时候 这是就与圣徒的相交 与上帝的相交 隔绝了 把他从这个圣徒的相交当中 赶出教会的时候 这就与圣洁的 圣徒的相交隔绝了 谁都不跟他讲话 也不跟他吃饭 就看他像外邦人 这是我们看到 从旧约到新约一贯的这个概念 虽然现在的教会 渐渐的是这个 以拉人为主导的这种传道 来一个人 赶紧留着 从别的教会 已经处理请戒的 什么婚外情啊 非法同居啊 什么等等 不道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惩戒了 我们管他呢 就接纳 多了一个人 甚至有的时候赶出教会 无所谓 你去 离开了我 敞开教会 我也跑到什么这个世光教会 什么苍原教会 到处都教会 对方也不管你 是不是被惩戒了 就接纳你 然后那种惩戒 赶出教会的这种做法 越来越弱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不节的人 吃肉的话 要减除 第一是要致死他 第二是可能有一些情况 是不是致死 要把他驱逐到营外 让他与圣徒的营隔绝 为什么 不节的人 神是圣洁的 神的会也是圣洁的 所以大家要从这个侧面的角度 理解 教会是圣洁的 所以个人持守圣洁 和整个教会的圣洁 是何等的重要 我个人和上帝之间平安记 道德上的圣洁 关系的恢复 享受这个平安记 同时在圣徒间保持着 每一个个体都是 过这样圣洁的生活的时候 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圣殿 而且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 感谢县的平安记的肉 要当天吃一点都不能留到第二天 有些情况是什么 还愿的第二天 第三天就不能吃 从某种程度 可能是肉的保存的问题 但是更重要的 我个人的理解是 感恩 感恩要计时的 领受恩典马上要感恩 当你现在 我想等年末的时候 等你年末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心已经凉冰冰了 当初感谢要奉献的 那个想法已经没了 现在就快心疼了 哇塞 这么多钱 我拿是不拿 当初领受那个恩典太大了 我要表达感谢的时候 就当场要表达感谢 所以感谢的记不要献上 你要微波炉大海虾在献 不要新鲜的热腾腾的献上 感谢要及时的献上 感恩 不能妥妥了 我们发现 这个感动就没了 淡化了 这是人性 所以感谢的记要及时的献上 所以我们看到平安记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献上了那个真正 使我们与神和好的祭物 格林多后书五章 十六节到十七节 祂是我们的和睦 以夫所书里面也谈到了 借着祂的血 两下合而为以 成为和睦 基督是我们那个平安记 带来我们与上帝真正的和睦 所以我们相信基督 基督解决我们的罪 基督使我们与上帝和好 我们在基督里享受 那个和好的平安 作为教会聚集在一起 我们也实践和追求 虽然大家个性都不同 有会有张力 这是必然的 但是在这种关系紧张 破裂又恢复 向着好的方向 去学习包容 学习饶恕 学习和睦 让神和睦的祝福 临到我个人与上帝的同时 也临到我的家庭和教会 包括其他的关系 昨天有一个姐妹 就一直在给我发信息 我是比较忙 也没回她 一开始我就说 你有事你留言 我有时间再回复 她就说了什么 我们要一群里面 三群里面有个姐妹和她的关系 原来是肯铁的 什么什么的 说我都下班回家了 晚上嘛 后来我就回复她 我鼓励她 我说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 带好的关系 夫妻之间也一样 其实有的时候 就会出现关系紧张 当时气的妖命 再也不交了 过一段时间 心里面还不平安 毕竟我们是基督徒 总恨一个人不饶恕 再怎么有合理的理由 也是过不去 自己也过不去 圣灵总是在把事情提醒出来 自己虽然不愿意饶恕 但是还不得不顺从神去处理这个问题 这样子才能恢复平安 我跟她说 我说是 人就这样 鼓励她 我说即便难 往着和睦的方向 为她祷告 我们就是在这种被伤害 和伤害别人 饶恕别人 被饶恕当中才成长起来的 都你好我好的话 谁也不会伤害谁的话 圣经里说 小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 大家都可爱 你去爱的话 那个爱就没有什么可夸的 不可爱去爱 这个才是神所期待的 你们要彼此包容 什么叫彼此包容 对方可爱得不得了 你也不需要包容他 你当然很爱他 但是问题对方很讨厌 而且总伤害你 总背叛你 你去包容他 去接纳他 这个需要恩典 所以上帝需要我们 是那种信仰上的成熟 教会这种符术聚在一块 就是完成这种辅助我们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功用 教会不是都是大善人聚在一块 有的人相对善 有的人相对坏 有的人这个方面坏 有的人那个方面坏 彼此聚在一起 越认识多的时候摩擦 学习去饶恕 学习去接纳 虽然一开始是过不来那个劲 但是方向是要知道 离开主我做不了 然后去靠着主的恩典去面对 所以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和睦 借着他的宝血 我们使我们得与神相交 并且我们彼此相交 约翰一章五解到二章二解里面就谈到了 先谈到了 借着基督血赦免了吗 我们与父相交 后面说如果有恨弟兄 他仍然住在死中 前面讲到了我们与神的交通 后面是圣徒之间的交通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也思想 基督为我们做的 我们不仅是 牲畜为祭物献给神 今天已经不用祭物献给神了 而是以感谢为祭 诗篇116篇17节 以送赞为祭献给神 然后 西伯来书13章15节说 送赞为祭献给神 那这样的祭是发自一个清洁的 感恩的 感谢神怜悯的心 一个清洁的 时常带着痛苦悔改的心 求神 监察我的心思 试炼我的意念 看我里面 隐而未现的罪 时常对付自己的 清洁的心 才能够发出的 然后还有一个 感谢神的怜悯 像我这样的罪人 时常看到自己的罪 没法饶恕的时候 就发现你的命令我没法遵守 我就是个罪人 你不怜悯我 我连这个小石头都迈不过去 所以求神怜悯 当神怜悯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又给我们恩典 帮助我们活出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应该为着神的恩典 和怜悯感恩才是 所以这种平安祭 是为感恩献神的 为送祭献神的 感激是出于一颗清洁 并且感谢神怜悯的心 愿神祝福大家 盼望我们思想 首先你与神 有了这样的平安祭 基督 时常来到他面前 获得罪的赦免 第二 靠着这种赦罪的恩典 去寻求与人的和睦 即便暂时过不了那个劲 我们就是人嘛 但是继续面对这个问题 主要帮助我去克服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 渐渐地我们自身 也越来越圣洁 越来越成圣 被更新 然后享受着与神的平安 也寻求着与人的平安 这样的话 我们在地上 就不断地学习 顺服神的过程 直到基督接我们来为止 带着平安祭 在教会里活 带着平安祭 在你的家庭来活 带着平安祭 去预备进入婚姻 夫妻之言也需要平安祭 所以盼望神的恩典 与众位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所有明白平安祭的奥秘 明白耶稣基督 已经成为我们的和睦 与神的和睦 同时让这个和睦 也成为我们 与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常常以清洁和感激的心 在神的面前献上 感谢的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